新有灵溪系列 那段忧郁的日子 喜马拉雅的倒塌 作者Bella 如果告诉您 这位人眼中整天嘻嘻哈哈的太阳花 在几年前也很不幸地加入了忧郁大部队 而且还欲罢不能 到一种地步居然有一天 把车停在家门口的马路中间 坐在里面盼望有人开着车 从后面轻轻地那么一撞 您一定会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吧 要说导火线还是一件大好事 要搬新房子了 不远就从街的这头搬到街的那头 可是有谁能想到 在这新房建造的半年过程中 各种不得不做的决定 加上身边有主意的人还不少 最后把太阳花这个具体操作者拉扯得支离破碎 到了搬家前的那个深夜 望着书房里堆满每个角落的书籍文件 却不知道打包装箱从何下手 太阳花忽然发现自己这辆完美主义车 已经开到了悬崖边 接下来他就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最害怕有人遇见问起 你们亲家搬得怎么样了 每天早上躲在被窝里 不敢去上班 深怕这一天接二连三的压力会把自己压垮 太阳先生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唯一能做的是清晨跪在床边 大声地读着诗篇 一字一句 一篇又一篇 直读到太阳花 有勇气和力量从床上起来 最可怕的是每天黑夜的降临 仿佛这漫漫长夜 要把自己吞吃掉一样 好几次居然对走过身边的孩子说 好不好 你来做妈妈 我做你的孩子 你来包包我好吗 孩子很懂事 虽然不知所措 昔日的虎妈这是怎么了 可是还很懂事地把太阳花揉在怀里 用她那小手拍着妈妈的背说 会好的 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睡不着的时候 睡不着的时候 常常深更半夜地抓住那位大姐包电话周 无休无止地像祥林嫂一样重复着相同的故事 大姐虽然有无限的耐心 可是唯一能做的 也就是一边听着太阳花的叠叠不休 一边在心中不断地为她呼求耶稣的名 在一个个的呼求声中 一个个天使也从天而降 先是那位曾经因为生老二而忧郁要死的姐妹 恰巧来当地开会 和这位过来之人的一番谈话 让太阳花豁然开朗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女强人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忧郁 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和心思常常会高度聚焦 把路上脚边踢到的小石子 一不小心就无限放大 大到好像变成了那座喜马拉雅山 要知道 感觉虽然是很真实的 但是感觉不是事实 而事实可以改变感觉 只有真理 才能让人得自由 然后 那位西人老姐妹来电 要坚信 你也许暂时被打倒 但是却不会被打垮 因为你在她的手中 还有那位主内大哥 手把手地教太阳花 开始一天前 先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 越细越好 然后做完一项 就为自己鼓掌喝彩 太阳花真的乖乖听话照做了 就连她的老板 虽然并没有问怎么了 但是从时不时看到太阳花呆坐在办公室里抹眼泪 也常常跑来对她说 一次就干一次 记住小孩学步 终于有一天午休时 太阳花吃着午饭端起茶杯 自言自语地说 主啊 你在哪里啊 我怎么搬家把你给搬没了呢 一个柔声细语 进入新田 孩子 我就在这里 我就在这口你要咽下去的饭里 我就在这口你要喝的水里 来 回到里面 回到十字架前 你就会发现 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 那一刻 她的喜马拉雅山开始倒塌 当然 走出忧郁是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那一次的相遇 是个转折点 后来 在一天早晨上班的路上 又一次的相遇 不齐而来 是太阳花 走出忧郁的关键点 不过 那是另一个心有灵犀的话题了